今天鴻台梯談黨產是不是要另一個政治鴻胎是不是 封過來清算一下 政治鴻胎啦清一下 這個國民黨黨產好神奇 17年少8000億 這是根據《經濟日報》的 《經濟日報》當然是引述大概20年前有9000億 1993年 22年前 那到了今年268億 那最近突然又縮成220億 我是希望朱主席是不是跟我們解釋一下 我展展從國民黨黨中央 申喉龍先生說 從268億到220億 這數據我是懷疑的 很多作為對媒體的置入性行銷 是不是跟我們解釋一下好嗎 我再講一次可以嗎 有生活的收工 這縮水的裡面有大量的作為 我講到白了 收買媒體啦 那是哪些爭論節目 哪些名罪 我覺得是不是應該解釋一下 其實有一個黨產懶人包 我希望大家直接上網好不好 我就不再贅述了 這叫做國民黨黨產揭露網 它鉅細迷移 把所有國民黨的內部的任何的眉筆 國民黨 黨產一覽 我希望大家直接上網找 你就打國民黨 黨產揭露網 全部都在裡面 鉅細迷移 好 我想我就不再談內容 其實黨產問題本來是跟我無關啦 但是因為我提出 因為我所知道的是 李登輝前總統交卸黨產的時候 在黨代會是1500億 我也不是黨代表 我怎麼知道 因為就是親民黨的黨代表 就是林國成先生跟我講 他說有1500億 他記憶深刻 就公元2000年還有1500億 那怎麼到經過15年後1500億 黨的帳面上的喔 8000 9000這是《金日報》評估的 1500億變成268億 那1200 三百億到哪裡去了 我有提出質疑喔 對啊 結果前國民黨黨管會主委林德瑞 因為他親手 他就來控告我彙棒 我只要跟任何人講說 林德瑞控告我彙棒 每個都笑出來 都當笑話 那有這件事 我說你家有1350億 他說有268億 他就搞我 我到現在不知道這個毀謗罪是什麼形成 我到時還要請教法官 警察官 你判得下去嗎 判下去的話 你這個法官 可怕也被笑柄 我不談官司 但是因為我公開講好不好 楊偉忠跟蘇敬斌 都對林德瑞說不要告我 偉忠你可以出來作證嗎 我們常同談 你都出來作證 因為你林德瑞告我 我就有那個我們007電影有沒有 007電影就有批擋產的執照 我就拿到證照 因為你告我要辯護 所以我只要沒事 因為我有證照 批擋產證照 所以劉文雄先生有一次問我 說國民黨告我最空了 1895年最愚蠢的控告案件 1895年120年來最愚蠢的控告 就控告我當產 那我要辯護 我要法庭辯護 那我7-11我在這段節目 7-11全年無休 我每天就講 你看今天紅台梯跟黨產沒關係 你也叫我講 我也要講 好 最荒謬是 馬鶴林先生申請了一個辯護律師 法律顧問叫王可富 很有名 國民黨員 王可富在今年年初控告馬英九 說馬鶴林的辯護律師 王可富律師 今年年初案名控告馬英九 那時候臺黨主席說 你把2000億汙走了 兩百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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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千跟兩百有差多少 九千億都那麼多了 對 沒錯 是的 兩千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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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王可富律師 兩千億 兩千億哪裡去了 好 馬鶴林的辯護律師 控告他的兒子馬英九說 哪裡去了 兩千億耶 你看上完就知道了 好 也進入 但是我認為可能不會受理 這個 敢嗎 好 我意思是說 我上個禮拜 上台藝台 有個台藝台你知道嗎 我知道 一百台 對 我也不知道談什麼 去來說是在談膽產 連第一百台 第一百台的那個 也談膽產 大家談得很愉快 為什麼 他知道談膽產就有收視力 人家一百台要拚啊 對啊 你看 大家都在談 上週六我跟親民黨的黨主席 宋主席對談 結果我坐在那邊是沒事 我想那天韋哲兄坐我隔壁 突然主持人突然丟個問題給我 我都沒有預告 因為裡面都沒有講的 沒有預告的 我作者突然主持人說 胡先生 你要問宋主席 黨產問題 那我當然直接馬上問啊 那宋主席 你對黨產態度怎麼樣 因為宋主席過去 每次蔡煌棠坐我旁邊就指控宋主席 怎麼表態不進行太多次了 那其實宋主席早就談過了 宋主席主席說啊 請大家看蘋果新聞的及時網都有 說啊 他過去主張不當黨產處置條例喔 宋主席第一次公開說 黨產歸零 看到沒有 壓旦這個零 我覺得宋主席的很有氣魄 宋主席還把那個中廣那個 以前那個在仁愛路那一段 還講一下 我也聽不太懂 恐怕要讓副民事長來解釋 現在變地堡 我現在為什麼要談黨產 說白了 主席你現在不處理 我把今天的簡報做一個概括的 我來做解讀就好了 臺灣國民黨 的確內政部承認有這回事 內政部承認有人用臺灣國民黨聯盟 去註冊 只是內政部說 你到底是政黨還是政團 還沒有解釋清楚的 的確有這回事 好 當然傳說中 到底是不是廖廖宇跟張榮衛兩位 我們都不知道 這有帶兩個 廖廖宇說 不知道有沒有這回事 但是我在上週 其實我在政論節目就說了 我有風聲 有人要組臺灣國民黨 但是我並沒有直指這兩位 今天你看臺灣還有祕密嗎 我常說臺灣 只要前一晚有三個人知道 第二天全臺灣都知道 你看 我覺得廖廖宇跟張榮衛 有沒有這回事我不知道 但是我所得到的消息 好像有這回事 等一下國動宣可以幫我們解釋一下 他對臺中派系比較了解 老師 秀柱委員你講錯了 你說與蔡只差七個百分點 你應該說比蔡英文多七個百分點 說比較多 激勵士氣 比蔡英文多七個百分點 要就說那麼多 好 我再介紹一下 各位知道是大數據嗎 各位知道大數據是誰在做的嗎 行政院做的 對 那行政院做的 你相信嗎 還曾經洪秀柱說他高達六成 洪秀柱的民調制度 比蔡英文都還到六成 今天是宜人節嗎 好 差七% 好 我最不服就是董淑貞 董大媽講的 嗆媒體製造患住 是這樣嗎 跟解民雄報告好不好 我在這段節目全年無休 每天都被逼問 要不要問洪秀柱 包括本節目在內 對 每次都被問 第一問題就問 如果沒有這個市場 人家會問嗎 就是觀眾聽眾還有政黨需要嘛 媒體怎麼製造患住呢 是你國民黨內部的問題 民進黨我敢公開說 到今天為止 為止可以作證 民進黨從來沒有介入患住的問題 而且我們希望不要患 你們當然希望不要患 每次那個羅志正坐旁邊 他堅決挺住到底了 好 我覺得今天請大家拜託這邊 我做結論就好了 今天中國時報 其實這個報紙我不是不太看 那今天看 哎呦 如實地把事實都點出來了 請洪秀柱給國民黨一個機會 這一篇報導正式把我們過去三個月 從5月14號領表到7月19號的全代會 到今天今天是9月28號教師節了 哎 我們從端午節團到中元節團到中秋節 民放小姐還預測說到10月那個10月那個國慶節 國慶日還有變 我說真正變數是要等10月31號萬聖節才能知道有結果萬聖節 好 這篇文章裡面證實幾件事哦 原來換柱的傳說絕大多數都是你國民黨黨中央自己人放的 哎 這中國時報寫不會作假的哦 好 甚至我們上禮拜不是有個民調嗎 對 說內部民調這篇文章做了證明哦 我把它引述完就做結束了 日前外傳國民黨內部有所謂的換柱民調也非空穴來風 雖非黨中央受益 但的確有黨務主管私下托媒體所做 就托新新聞做的嘛 其實跟賴四寶沒有關係啦 是新新聞做的 哎 請洪秀柱給國民黨一個機會 對不對 我不知道國洞兄你自己被開除黨籍你有什麼想法啦 我敢說啦 國洞兄跟洪秀柱做 國洞兄絕對比洪秀柱多7%以上還以上7 up 對不對 我覺得國民黨今天9月28號教師節 教師節孔子叫我們不要縮訪 如果你國民黨繼續志氣繼續縮訪的話 從黨產 我說五輸啦 五輸世比羅啦 立委避書 總統避書 黨產歸零 連宋徐都黨產歸零 連台一台 民國黨的 好 到什麼 三分之一少數彈劾權會通過 你馬英九明年1月16號什麼都不要幹 2月1號什麼都不要幹 國民黨崩潔 立委書 總統書 黨產歸零 彈劾權 還有國民黨崩潔 五輸世比羅請你洪秀柱請 所以我完全同意 請洪秀柱給國民黨一個機會 拜託你 我替國民黨喊話 為什麼 李登輝選總統講得最好 這時候讓國民黨垮掉 對台灣政黨真是都不好 因為還沒有其他黨可以扶持的時候 請洪秀柱給國民黨一個機會 也許敏鳳小姐會回應說 也許國慶日 國慶節會有變化吧 請教他就好了 敏鳳是不是要回應一下 是不是國慶日會有問題呢 因為事實上 沒錯我們今天也是要把它當作一個重點來討論 就是國民黨傳喚洪秀柱 本土大佬說請洪給個機會 因為剛才其實鍾基拉哥講個重點是 如果這次國民黨的立法委員人數只有低於30%以下的話 就總息是30%以下 就可能可以對馬英九持續彈客 就可以直接叫罷免馬英九了 我想這句話搞不好不是本土大佬要講的 馬英九也要說 所以這裡面等會有這些內容 等會我們還會再進一步更詳細的討論 然後我們先來看一件事情 因為馬英九今天是颱風天 我們就一件事一件事來談談馬英九好不好 來 翟神 那這個又是怎麼回事 來 看一下這個內容 馬英九真的是頂心的門神嗎 因為為什麼拿這個消息 因為最近林德瑞控告這個 就是周玉寇說 他說這個林德瑞是這個門神 那已經法院判說 這個事情林德瑞控告失敗 錯了 不是200萬不用賠 所以這裡面就談到幾個問題 他說像魏一行為何可以大喇喇的 直接進到總統府談農產品登陸 為何中華民國農委會主委 要到101大樓去跟頂心報告 不只如此 到底這個裕一 就可以換到了那時候換了一百多億元 那麼這些錢怎麼辦 所以我要問一件事情 可是你看 發生這麼多事情的時候 頂心現在衛權也沒事了 101大樓也是他家的 更可怕的事情是 這個頂心三種土地有可能變成醫院 是要變成形象嗎 好 另外角度來看 銀燕良是誰 銀燕良是馬英九的好朋友 他幫忙他們做完證之後 喂 衛權現在也沒事了 101大樓現在還是有高達30% 是頂心的 不只如此 他們現在在這個地堡裡面擁有將近13戶 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呢 台灣資金現在募資也成功了 而且有三家銀行金扣 還協助他們 哇 笑得好樂啊 我覺得這個誰是誰的門神這件事情 留給其他人來解釋 但我覺得大家用常理推斷一件事情 一個這麼大的財團 當初被誉為鮭魚返鄉的典範 趁著這個台灣那個時候 正需要一些模範企業的時候 回來了 那當時我們也覺得很高興 超棒的 充分證明馬英九的理念是正確 就是讓企業到中國大陸去 可以賺很多錢之後 回饋社會再回來台灣 結果後來發現不是這樣子嘛 那包含了 你做非常多的採購 包含你圈地 然後搞建設 很多錢還是跟台灣的銀行帶回來的 那換句話說 你真的帶回來的錢 沒有多少 那產生另外一個問題 到底是誰容許這些人 獲得這麼多的競爭優勢 坦白講一個財團可以包山包海 包到這種程度 我沒有辦法理解 如果沒有足夠多的黨政關係 你單靠一個人做這樣子的一個最基礎的食品產業 能做到把這個101的股權買下來 能做到在台灣圈了那麼多地 能做到甚至還買下了相對來講 非常非常耗費資金的電信產業 我覺得在台灣 但是有一個更悲哀的事情是 我們過去其實已經檢驗過很多次 中間有諸多不合邏輯 而且一般人 如果是譬如說傑民哥去經營的話 拿不到錢拿不到資源 拿不到那個機會 不會有人會借我這麼多錢去買 去買這個台灣之星買這個中家的 當然沒有 沒有嘛 因為你關係不夠好 對啊 那這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我們在之前檢驗完畢之後 現在好像都沒事 請問這個我們之前說 這一個賣假油案 或者用不合格的豬油來煉製 怎麼看起來好像沒事 包含了法庭上工房 似乎衛家都已經擺脫了所有的指控 甚至法官覺得 這好像也算是合格的 我們當年看到那麼多證據 跟法官現在認定是截然不同 據說11月多左右 這個案子會宣判 那甚至接下來又有一個說法是 101的股權 搞不好這次真的要賣 那衛家的股權要賣掉之後 因為他需要現金 再投注衛權的這個土地買賣 再投注台灣之星的增資 那妙啦 之前不是這個張聖和不是講說 這個101是重要的一個財產 我們盡量不希望國外的財團來買 這次謠傳是黑石集團要來買之後 張聖和就沒有那麼堅持 他感覺是說 這個我們一切交給同審會來做判斷的時候 那是不是很多事情在台灣就是 原來你都覺得有錯 原來你都覺得有問題 等到風波過了 大家一而再再而三被打擊到麻痺之後 就忽然間沒問題了 請問現在還有沒有人在追 銀根也不用抽了 甚至油到底有沒有問題 現在也沒有人在說了 衛權的產業繼續的蹊徑也沒人知道了 所以國中委員我要請教你一個問題 你對法律訴訟非常了解 我們來看一下之前 像這個我們說的這個 就是上次的這個彰化地緣預定的返賣時間 是指的大概是要到11月 那很久 可是我們之前看到像復衛箱 很快大概發到一年的時間 就已經把它處理掉了 之前大統也是一年就已經處理掉了 為什麼這個案子已經拖了將近一年半了 案子還在審理呢 難道就是這個上次這個我們馬英九被拍到說 媒體在拍你打瞌睡啊 非還記得這件事情 難道我們的馬總統現在 真的對於所謂的這個颱風天他不在意 但是跟他有關的事情 我們就發現到我們似乎沒有辦法得到 什麼叫做真理 什麼叫做公平正義 稍後我請教國動委員 我們再看下一個議題 我也要請教中英大哥 台灣怎麼辦呢 我們看下一個議題 就是有關這次錢的問題 我們看最近呢 就是我們看下一張 這個你可以看到最近台灣很多的錢呢 已經開始在往這個中國跑 那麼中國跑的結果是怎麼樣的 我們來看一下 哎呦不得了 這些人不是我們要處理他嗎 陳佑浩是國民黨的 黃中宏國民黨的 真正的那也是國民黨的 這些人呢 總共有多少錢呢 總共有將近有1100億元 叫做債留台灣 但是目前有400億的錢呢 還沒有幫他解哦 可是問題事情是 我們才知道這件事叫做 債留台灣前進中國嘛 那總共加起來現在是400億 問題是我們現在銀行業 總共有2兆8252億元 去著中國大陸 現在金銀委會還要說 更開放台灣的銀行去中國 這是怎麼回事 稍後我們先請教一下國動委員 來看看到底馬英九是怎麼想 最後我們還有一個重點是 前進中國下場會怎麼樣 我們聽中興大哥怎麼解讀 我們先進口廣告